可爱逗趣的机器人睁着雪亮大眼 化身送餐员 依照指令移动到特定地点 在餐厅外场穿梭自如 台湾现在有许多餐厅都开始引进这种服务型的机器人 以这间火锅吃到饱来说 以往假日需要六位的外场人员 但现在只要四到五位就能hold住全场 我们的餐点到了 机器人不只会送餐 回程途中也会把客人的空盘一并送回 全天后不休息 当请外场员工最佳助理 降低餐饮业者的人力成本 因为比如说它是可以全天后 几乎不用休息 只要充完店就好了 而且又不休假 所以我们从人力上跟他帮我们协助的部分 我们觉得还是对我们的帮助还是蛮大的 一个正值的员工一年差不多要五十万左右 那我们一台机器人 我们几乎说不到一年 我们就可以把机器人的费用就回收了 这台服务型机器人定价二十六点九万元 若月租行事租金每月一万五上下 比雇用一位正值员工还便宜 外观彩汉堡式模组设计 从上到下分为互动任务层移动三层 协助运送用品 依照不同需求进行配置调整 这个汉堡式的设计 我们把它分成三层 第一个它是分下面底层 底层就是我们的移动层 那中间层我们称它为就是扩充层 那扩充层的话 其实你把它想象成 如果它在餐厅场景 我们放的就是这种 三层式的这种架子 可以让人家 比如说放他们的食物 或者是收他们的盘子 那再来最上面的这层 我们是叫做社交互动层 那它就是最大于有别于 目前市面上的所有的机器人的设计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一般的这种 市面上的服务型机器人 它其实缺少的是互动 那所以说大家可能只会 把机器人当成是一种工具 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 机器人它不应该只是工具 它应该是要更贴近于人 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 那这也是我们公司 一直以来最擅长的部分 服务型机器人不只会送餐 就连生日快乐歌也难不倒塌 这间机器人新创公司 过去以教育陪伴机器人闻名 今年正式跨足工业型 及服务型机器人 针对各产业提供客制化服务 也能运用在饭店 医疗机构展场等不同场域 一般市面上的机器人 它的功能性非常的局限 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的机器人因为它搭配我们 还包含我们就是整个软体的平台 我们叫做ROS 就是Robot as a Service 的这种就是机器人 及服务的这种概念 我们的软体工具 其实有非常多给我们的客户 大概有十几款 客户可以随时的去设计 他自己的机器人 要在那个场域的样貌 如果说你的场域流程 除了送餐 然后或者是说 你期望的是收餐之外 你可能还需要有机器人 来帮你做招待接待 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 在缺工严重情况下 服务型机器人 似乎成了一大趋势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2023年 今年10月份缺工人数 已经连续8个月 突破百万大关 比去年同期成长百分之六 其中餐饮服务及住宿业 更是名列第一 借由机器人科技辅助 多少可以弥补一些人力缺口 面对庞大的内需市场 未来有没有可能全面普及 我也不觉得像目前 可以全面使用的原因是 顾客的接受度 因为有些顾客 不仅能够接受这样的服务 如果现在有些餐厅 或是甚至旅宿业 他们能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压力 就是能力短缺 缺工的压力 他们会改走这一块 改用这个所谓的机器人 或者是我们就广义来讲 就是所谓自动化 或者是自能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来节省能力的投入 我觉得这是绝对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们也担心 它会完全取代能力 迎接缺工时代 服务型机器人 已不可或缺 成为补足各产业人力的 选项之一 TVBS新闻 闫瑞生 刘彦轩 台北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把全国轻的通知 跟手优优独播放 应该来 SALZ 我们 engage 冲